行 占了食物不偷懒 随便一谈真加了一下 北京35年老店永乐饭庄 然而441 酱包桃仁 鸡丁 39 这个菜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小薰那个桃仁 行 占了食物不偷懒 刚炸的 尝个鸡丁 还用鸡腿要火的 块的鸡都不小 但是鸡肉它还够软够嫩 鸡丁 咸咸腐一甜 酱包这个汁 它也非常均匀 增光瓦亮 就是多少差了点 那个姜沫和香油的那个味道 姜沫抢一下锅 点香油 打这个就更努力了 现在挺好吃的 小菜做个鸭 烤鸭半套108 鸭皮够酥够脆 就刚才师傅在片鸭子的时候 我看了一眼 这靠胸脯肉已经离骨头了 就是烤的时间稍微长了点 胸脯的肉就有点脱水了 但是又是因为它烤的时间够长了 皮酥脆 就是所谓的那种烟火剂特别多 就吃特别香 是有人喜欢这种风格的 鸭皮的犬菜也不错 比那些专门做烤鸭 特别牛逼的那种店 能够差一点 但是放市面非常不错 煤菜肘子98 上面咋这沫耳干什么呀 辣椒也是 煤菜 煤菜味 煤菜的味道是极小极小 几乎就没有 这整体的就是一个红烧肘子 它的胖的时间也够 肘子里面也基本是味 上面这沫耳那辣椒那放的没啥用 弹子肉82 这个装盘有点问题 上面可以垫点红薯啊 芋头啊 山药啊 垫完那个东西 没有可能比这肉都好吃 还能多卖点钱是吧 穿口叉 这个酱油汁是一个甜鲜的味道 味道很合适 这个肉时间太短了 猪肉中间呢就是排点没有味 而且里面这香叶放多了 香叶一多之后啊 香味呢会把这肉味强调 这个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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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北京炒烤羊肉79 口感的鸭饼排味 其实这个应该就源于那个 北京的质的烤肉 大概起来的意思啊 应该挺香的 咬什么样 喝点盐 味精 酱油 自然辣椒面 一炒 味儿炒真的挺 咸 鲜 香 味辣 自然香味和辣椒的辣味 再加上羊肉的香味 好 我们这个东西 今儿我们吃了441 没点4个人的量 好 鸡饼羊肉不错 那个坛的肉和这种的一般 整理菜品还行 咸出附近来尝尝挺好的 但是不用专门跑一趟啊 咸出附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